聽說你很猛齁 我看你多猛 多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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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他真的很猛 大家好,我是電網王阿達 剛剛各位所看到的那段影片 是不是感覺相當厲害 這可是我們用Insta360 最新的Insta360X5做拍攝的 說到全景相機 相信不少朋友手上不可能有一台 目前在市場上 持續有在推陳出新的全景相機品牌 好像只剩下Insta360X系列了 那今年他們也沒讓我們失望 推出了全新一代的Insta360X5 雖然相較於前代X4 這次的升級不算翻天覆地 但是他可是集結了Insta360 目前最頂尖的一個技術 把前代的不足點都補齊了 堪稱是目前 8K全景相機界的 天花版存在了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開箱 在Insta360X5 看看他究竟有多強 值不值得你掏腰包出來升級 好,那我們就直接先開箱 產品本體 跟之前一樣有個細形袋 然後細形袋裡面還有一個傳輸線 試鏡布 說明書 東西就是這樣子 跟前代幾乎差不多 首先我們來看看X5的外觀 它還是一個熟悉的長方形設計 尺寸重量幾乎沒什麼變 不過細看之下 有些地方還是有一些小改款的 比如說X5的按鍵跟電池部分 還有它的充電位置 都稍微調整了一下 那收音麥克風還是6顆 不過位置有點不一樣 最明顯的改動是在正面 那X5用了一種類似像皮革漆的材質 那摸起來手感超棒 不過這種材質有點小問題 就是容易沾手音 像我這種手汗多 而且容易出油的人 可能就要輕再擦拭 而且這種材質 不知道用久之後會不會變質 這個就再觀察幾年看看 那螢幕部分 還是一樣搭載一個2.5的觸控螢幕 位置比X4略高一點點 操作起來更順手 接下來就是大家最關心的 硬體升級的一個部分 那這次的X5 雖然不算是大改款 不過有一些亮點還是值得一提 感光元件從前一代的1.2英寸 升級為1.1.2英寸 那處理晶片 也由上一代的單AI晶片 升級為三重AI晶片 簡單來說 拍出來的畫面細節更豐富 色彩更鮮豔 而且運算起來的速度也會更快 那拍攝解析度 最高依然是8K30幀 白天拍攝的畫質真的很棒 那顏色也相當自然 這次的X5 特別升級了兩個拍攝模式 分別為5.7K 60幀的一個運動HDR 還有一個夜拍的Pure Video的一個模式 那X4呢 雖然也一樣有5.7K 60幀 但是呢 HDR模式只能到30幀而已 如果你在強光或背光的環境下拍攝 去拍運動的一個畫面 30幀可能就會有稍微的卡頓的一個感覺 那這次的X5 直接升級到5.7K 60幀的運動HDR 拍出來的畫面真的順暢非常多 不管你是拍運動或紀錄騎車的Vlog 這個模式絕對是你的一個好幫手 那第二個升級 是Pure Video的夜拍模式 那這個功能也是在 Intel 360 S系列就相當受好評 那現在也加到X5上面啦 在夜間跟比較昏暗的環境下 使用Pure Video模式進行拍攝 它能有效增強夜拍的一個品質 以及減少畫面中的一個噪點 這都要歸功於X5新搭載的兩個 專業影像級的一個晶片 專門處理夜拍畫面跟噪點 讓你即使在昏暗的環境下 也能拍出優質的影片 不過這邊我要提醒一下 Pure Video模式雖然支援最高8K 30幀 但是可以看到影片中8K跟5.7K的對比 8K所呈現的細節會比5.7K還要高一點 但是如果你用來拍攝激烈運動的話 畫面可能就會有一點點不自然的一個抖動 那這點要稍微注意 後續也有可能透過韌體更新來改進 那除了畫質的一個升級以外 X5還多了一個超實用的一個新功能 叫做Insta Frame模式 它有兩種拍攝方式 一種是讓X5自動跟隨拍攝者 那另外一種是讓使用者自己選擇 前後左右自定義的一個固定位置 那拍攝的時候 X5一樣會進行全景的一個錄製 但是輸出的影片 就會多了一個固定視角的MP4 如果鎖定是人的話 影片中就會讓人維持在畫面中間 那如果你是設定自定視角的話 它就會以那個角度的一個視角 來錄製前方路徑的畫面 再加上它的畫面會是16比9的一個橫指比例 如果想要快速上傳到IG或抖音的話 這是相當方便的 那存檔的時候 它除了會輸出MP4格式以外 它還會另外存一份360的一個影片素材 事後你想要進去Insta360 Studio 調整視角也完全都沒有問題 那拍照部分 X5還是能拍攝7200萬畫素的一個全景照片 而且用360的雙鏡頭拍攝 事後還可以進入Insta360 Studio來調整視角 同一張照片 就可以變出好幾種不同角度的一個組合 不過有一個小缺憾 就是拍照儲存的一個速度 個人覺得還是稍微偏慢 拍完一張照片就要稍等幾秒才能繼續操作 這部分我覺得 鍋應該卡在記憶卡的讀寫速度上 未來希望還能夠優化一下 那另外X5的防水深度 也提升到15公尺 比X4還要更強 不過呢 如果你要拿去潛水的話 個人還是建議大家搭配 官方的一個防水套件來使用 那這次X5的一個UI變得更直覺 在介面上比較像現在的智慧型手機 拍攝控制除了原本的一個手勢控制以外 那這次還新增了語音控制的功能 只要對著它講開始錄影拍照 它就會立刻開始執行 使用上方便不少 那另外還有一個超酷的扭一扭的功能 只要把X5裝上自拍棒之後 只要扭動自拍棒兩次 X5就會自動開始拍攝 不過第一次使用可能要稍微練一下 轉的角度不對的話 它可是不會理你的喔 那接下來我們提到收音的部分 X5還是搭載6顆的麥克風 但是這次加入了全新的抗風罩設計 它有多種音頻算法可以選擇 來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智慧抗風罩的RAW 那聽聽看 現在的收音表現怎麼樣 好現在是智慧抗風罩 然後我現在是調牆 那大家可以聽一下 現在的抗風罩效果怎麼樣 現在你聽到的是智慧人聲增強 那聽聽看 我的收音狀況是怎麼樣 你現在聽到的聲音 是我使用立體聲模式所錄製的聲音 那聽聽看 跟剛剛的效果 哪個聽起來你覺得比較好呢 好現在你聽到是全景聲模式所錄製的聲音 那跟剛剛這兩個比 你覺得哪一個你聽起來最喜歡呢 後製也是Insta360的一個強項 不管是你要用電腦上的Insta360 Studio 還是用手機上的Insta360 App 我覺得都相當成熟的 只用Insta360 Studio呢 你可以重新調整 全景影片的一個視角跟構圖 那也可以開啟防抖 調色 甚至調整拼接模式 那現在改版之後 你可以多段影片拼接 而且做轉場 再輸出一個全景影片 這個功能 我已經跟Insta360講N年了 終於做出來了 非常非常的好用 也推薦大家試試看 現在再剪全景影片 終於不再需要了 再去用那個超難用的PR了 那手機APP就更方便了 除了基本的剪輯以外 還有AI快速剪輯功能 你只要把素材丟到APP裡面 系統就會自動幫你剪輯、配樂 還能套用不同的模板 幾分鐘啊 就能做出一支 超棒的吸睛影片 那APP裡面 還有很多好玩的特效範本 我只要跟著範例拍 就能拍出像這樣 超酷的一個畫面 就能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以拍攝功能跟畫質來看 X5這次的升級幅度 老實講並不是那麼顯著 畢竟X3升級到X4 是從4K變成8K 那是比較有改的 那硬體部分X5 還有兩個相當實用的改進 首先是電池部分 X5搭載一顆全新的2400mAh 一個大電池 容量又比X4大了一點 那壞消息就是啊 如果你之前有買X4的電池的話 舊電池就不能共用了 新電池雖然容量增加 但戶外拍攝如果你要拍一整天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點吃力 所以我個人會建議大家走走停停拍攝的時候 可以帶個行動電源 X5自己本身也支援30W的PD快充 半小時就能充滿 那另外一個大亮點就是鏡頭保護 那X5終於推出 可更換式的一個鏡片設計 以前的遠遠鏡頭啊 如果不小心刮到的話 那只能送修了 現在啊 你可以去買新鏡片自己更換 這樣子可以大幅省去自己送修的麻煩 還有說你像鏡片刮傷的時候影響畫質 除了影響你拍攝以外 更影響你的心情 對我這種出手出腳的人來說 真的是相當的貼心 以上就是Intra360 X5的一個開槍評測 老實說啊 這次升級幅度不算特別大 比較像是把X4 以前比較不足的點 給它完全補齊 讓X5變得更加的全面 如果你是X4的用戶 又沒有夜拍或地光源拍攝的需求的話 那老實說我覺得 你可以不用急著去升級 X4現在目前還是很夠用的 但是如果你是全景相機的新手 或者是還在使用X3的老用戶 想換一台功能更完整的相機 那X5絕對是你的首選 畢竟啦 Instra360的玩法最多 支援的配件最豐富 APP跟軟體的支援更是沒話說 全景相機市場 Instra360 可說是目前當之無愧的王者 不選它好像也沒有什麼好選的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